我们现在就是把种树要改了 我们把种树改个名称 在用的一个生态修复 所以没有什么事是简单的 你们经历过一些什么失败 我们包括最早的时候 我们去为了采种子 我们开始打农药 因为当时发生了虫害 我们打农药 打完农药以后 当时仅有的一些鸟类 喜鹊都给堵死 那是一种害虫 红斑猿精 它吃花的花蕊 它把花蕊吃了 我们就采不了种子了 红斑猿精吃了含有农药的 死了 然后是下面的沙溪 沙漠蜥蜴的那种 沙溪吃了红斑猿精以后被堵死了 然后最后是蜥蜴吃了沙溪以后被堵死 所以当内华的时候没这种概念 就觉得我们要的是树 我们要的是一片林 至于说林里有什么和为了什么药 这个林是没有这个认识的 就是我们就是为了种树 但是当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这样的林是我们需要的吗 没有任何生命 没有生机的这样一个树林 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第二个 如果没有生命 没有生机的话 这样一个林 它是不是可以存在下去 当这样想明白这些了以后 我们后期就在这个上面 做了非常大一个 那不打农药的话 遇到病虫害怎么办呢 它是什么 它有一个过程 有了树了以后 空虫的树量会急剧的增长 因为空虫的繁殖速度快 所以包括异虫 包括害虫都会增加 然后和它相对应的是 鸟类的繁殖速度很慢 所以它得有这么三五年的时间 你必须得忍 忍 忍 海虫的发生 但它不会那么大规模的发生 因为它会形成一个生态 一个平衡 就是也有一些树 就是要被害虫给干掉 对 它有了 它实际上 它有了这些虫 它才有鸟类来 然后有了鸟类 牵的种子才能四处去传播 才能形成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动态 一个平衡 但你一旦一开始打了农药 你一直在农药打下去 因为你没有天敌 这个害虫 只要有林子长出来 虫还会出来的 但是虫没有天敌以后 你就一直必须得把它打下去 打到最后以后 你的这个地 这个树能不能长 这个林能不能再多成问题 所以天道循环 是这么采种 就这个滤 滤的去 八小时一天有没有 这八个小时 光就做这一个动作 中午还要吃 中午还要吃 对 吃饭也是个动作 听说您父亲 原来就是搞这个飞波 是吧 他是在阿拉扇 这样一个荒漠化地区 最早确立了飞波 这样一个技术 专利 就是他是也属于这种 国务院享受 特殊津贴的专家 然后一直在做这种飞波 然后就怎么样 通过飞机撒波 各种子能把沙能固住 那你现在怎么 不采取飞波这种方式 飞波是一个 修复的生态 它是一个更低的一层的 就是比方说 它主要撒波 撒波的以沙昊为主 它沙昊实际上 它并不能完全形成 防止荒漠化 它只能一时的能阻挡一下 但最终还是因为 沙昊的高度不够 所以我们要把高度提升上来 就是得和花棒拐枣和缩缩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改成 有两个操场 沙昊是牛羊这些不怎么吃的 您是您父亲做的事情的2.0 升级了 您跟您父亲 一个治标 一个治本了 到儿子更聪明了 然后是不是您女儿也是觉得 特别感兴趣是吗 对 然后她每次来 一直在支持我 爸爸你得好好种树 然后说我看了 这个种树也能得诺贝亚奖 这棵是原始的花棒 就是原来过去飞波 或者是原生的时候 长的一棵花棒 所以这棵花棒的年数 应该是在30年左右 我有77层皮 看出来了吗 它这长得真好 野生的总是看着这么健康 有层次 它得选择的一个结果 这不是说 原则的强 对 你看那上面是不是 是鸟巢吗 对 喜鹊窝 喜鹊 喜鹊 这喜鹊又回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基地里面 有几千只喜鹊 几千只 你不是说最早 你那片林子里 就一对喜鹊 四只 两对 两对全死了 那你有一天看见这只烙窝 你开心吗 我们现在最开心的 就是看见什么鸟类的增长 是让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比如树增长了 我们还开心 因为它能传播种子 它能传播种子 而且它是对整个生态平衡的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调节器 就是它对生态的要求很高 只有当这个地区的生态 就接近一种平衡状态的时候 那么它在这儿筑巢 然后是下乱 然后是繁殖 然后逐步它这个平衡就能实现了 它是对你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对 所以我们最希望的 就是看到鸟类 不同的鸟类 然后在这边开始筑巢了 确实是报喜的 所以你看你们今天来了 喜鹊 今天早晨就跟我说 说啥 看这么多喜鹊 我们在这一带呢 尝试的就是什么呢 把沙丘全部让出去 就是沙丘上面 我们不用管它 沙丘和沙丘之间 形成了这个低洼处 我们用自然的方式 把一个苗补进去 它就利用秋天苗木 休息了以后的这样一个时间差 因为秋天是天气一降温了以后 苗木会被冻在土里 这个时候它基本没有蒸发量 所以苗一直是活的一个状态 包括冬天彻底把它冻起来的时候 其实苗的根部还是活着的 那么它不需要营养吗 它需要温度 它始终在等温度回暖了以后 它的根会最快的速度砸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的什么呢 打的这个时间差 这是您怎么知道的 这个道理 这种方法 还是谁教给你的 我一直想追求节水 刚开始我们为了节水用滴灌 但滴灌的成本太高 而且你还是在用水 那么比这个更节水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能够不浇水 那么怎么能不浇水 冲击灶林肯定得浇水 你躲不过去 对 那秋季灶林呢 就想到秋季灶林的方式 那秋季灶林 那么最少的去减少它这样一个破坏 就是前叉以后是放一个苗 搞得大蜡 打死了一样 就撤不住了 就等于这个苗 它在秋冬季的时候 你扎下去 它不需要你浇水 它也不会死 主要是冲击 冲击的时候 因为它的蒸发量大了 这个时候 等于说它的根如果没长出来 它就被抽干抽死了 对 那么如果这个苗呢 它最早的它认识到 就是我们说叙事待发 这个力量很强 那么它温度一起来 它就把这个根扎出来了 那它就能吸到足够的水分 能让它自己来生长 它等于在积蓄力量 我们不用自然的任何东西 我们只是给自然添加一个苗 然后用这种方式实现它这个生态的修复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不在那个沙丘上中 一定在它这个沙谷里的 因为是水分 我们看沙漠下面 沙漠下面 上面一层干沙子 下面就是潮了 看见了 对 是吧 上面的干沙子呢 是形成一个阻断作用 让防止下面湿沙子的水分蒸发掉 所以它会一直把这个水分给锁住 可以说这都不一样 真的 好明显啊 如果我们看过农田 农田如果是 农田干旱了以后 会什么呢 会大地会裂开 但是沙漠绝对不会裂开 因为它把水分全锁在 干沙子把水分锁在这个 完全是潮的 潮的 所以我们要防风 风防住了 这个上面干沙子吹不走 水分就能流下来 那为什么在低洼处呢 就是因为水分从上面逐步要汇集到低洼处 所以低洼处它的水分条件更好 另外一个就是 风一吹上面的干沙子会来回吹掉几十公分 甚至一米深的沙子来回吹 所以你非要在上面种树的话难度太大 而且你还成活率不好保证 它这还挡风吗 那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弃 我们放弃它 然后我们就把下面种完了后 那就把风沙给挡住了 沙丘就已经移动不了了 那它沙丘和沙丘之间 我们逐步把它修复到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的时候 整个的生态环境它其实就已经改变过了 所以就是我们没必要非要冲的那去 我们过去上那个上面非常难 我们要人工炸草方格 做好多设施 然后最快把树种上去 但是种完以后你会发现三年以后它还要把你吹掉 因为自然的力量你挡不住 那就不要管它 顺势而为 有点像那个刨丁解牛 你得找到那个关节在哪里 找到这个点在哪 找到我们种树的位置在哪 找到我们种树的时间在哪 找到我们种树的种类是什么 这样才能 那咱们看看 咱体验体验 这个是这个因为是季节的原因 所以我们一般会再晚一点 这个季节稍微还是有点热了 最好是下面接了两公分的冰 就是土已经冻住了 我们拿个签子把这个冻土打开打个洞 然后把苗木投进去 踩一脚踩湿 然后就等着它自己的 我们要种的 这些绿的都是自然的 这是自然的 我们要种的是这个 这是花棒 啊 花棒 你是先要在屋里育苗吗 对 在地里面育成苗 然后呢 就是把上面的干沙子 稍微移开一点 我们是随便选个地儿吗 没事 它大概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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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有个在这个位置 这个 对 这个 这个眼是怎么选的 大概我们是确定一下最终的位置 就离那个坡顶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一直朝那个方向去做 啊 然后呢 这个之间的距离呢 大概会放两米到三米 然后挖呢 就是一敲声 挖一个坑就行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苗 啊 这个苗呢 它是用容器加了些营养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不要把这个苗弄碎了 就是啊 得轻一点就去去取这个 然后取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负责放苗 文桃老师可以 填土 填土 对 尽可能填湿沙子 啊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水分要更好一点 是这 哎呦 我填你手上了 没事 这个季节好 我们到冲天种树的时候 全闭着眼睛 好 下面的人就一直在闭着眼睛 帮你 最后面一步就是给它采湿了 因为采湿了以后 它的这个水分呢 就不会蒸发了 所以就尽可能的 在这里面采湿 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 有没有种活呀 明年的五月份 那得告诉我们 没问题 我觉得它挖这个坑不够深吧 哪个 这个坑 这样可以吗 来 我再给家里削吧 当然是 当然这个是越深越好 对 因为它的根 越朝下面的湿沙子去接触 它不怕埋 所以可以生一点 好嘞 好 放的时候你不好放了 那你来我 我来放 是这样吗 对 这样 就让它舒展的感觉 对 就必须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来去 成活率低一点 但是它是会非常接近自然的方式 到时候比如你一天能够补多少颗苗 一天像我们来做的话 大概能做到三万颗苗左右 一天三万颗 能活10%就是3000 我们不用搞太高的 其实这个苗 就是我们育苗的成本并不高 然后栽质的成本也不高 最高的成本就是浇水 所以当我们用这种方式 今后去能够把这个实验做成功 再修复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无限的可能 就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沙漠 沙漠的沙丘和沙丘之间 形成的低洼术的时候 我们都有可能让它恢复到 它过去的一个条件 来我在这儿跟文涛老师一起 这是咱们俩一起栽的 对 骑骆驼了 骑到神树去 因为阿拉善是驼香嘛 驼香对啊 我们要拍出感觉来 咱们有缘嘛 它冲我走过来 可能就跟我有缘 哎呀 脚 脚尖剑才剩下 脚尖剑才剩下 脚尖剑 骆驼下来的时候最恐怖 就是它特别高嘛 哗一下下来 骑的时候慢一点 小心 好 我也自己走过这个 古树走了几十次 第一次骑骆驼进了 第一次骑骆驼 对啊 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 哦 那棵树 我们看这是中国西部地区沙尘暴 主要地发生的这个路径 最主要的这两条路径呢 都要经过我的家乡阿拉善 就是我们看这个圈起来的这个部分 阿拉善沙漠 在沙漠的边缘通过人工 建成绿色的防护堤 防止沙漠进一步的扩张 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的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整个沙漠所边陵的 这样一个位置 它在藤格里沙漠的最东远 这附近都是你们种的 对啊 这一片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 这片全是藤格里沙漠的 最东边的沙丘 这下感觉小江南啊 18年的时间 最早是从这开始种树的 以前藤格里沙漠的沙丘 就已经到这了 然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 把这一片给锁住了以后 沙漠就不再向荷兰山方向退 把沙漠逼退回去了 对 就是你把它沙漠在沙漠的位置 然后呢 隔壁草原 就在隔壁草原呢 它就逐步的能形成一个自然的修复 所以我们这个全长 最早这个全长20公里 然后大概这一片造林 大概我们种了400多万棵树 那你什么时候能锁一圈呢 过去我们说整个藤格里沙漠 大概是有800多公里 就是绕一圈 我们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锁了20几公里 如果完全锁住的话 我说的我还得再借上几百年的时间 鱼工鱼工一山 子子孙孙无穷愧 您说现在这种树是缺人呢 还是缺钱呢 还是缺什么 不缺人 不缺钱 缺意识 包括周边的农牧民的一些的认识 他们还觉得我们的放牧呀 我们的在这个土地上 我们对吧 还得去放牛放羊 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呢 已经到了退化的边缘了 那么怎么样说服更多的农牧民 他们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里来 那这样的话速度就会更快 教室啊 给孩子上课 教室来给上课做些活动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头的这些标本 这都是山漠上的吗 对 山漠植物 我们见过这种 这是胡杨 这是胡杨 我们在去绿化 要生态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多样性 保存下来 有了多样性了以后 它这个生态体系是稳定的 一旦失去了多样性 那么很可能就会发生 这种一次性颠覆性的 这样一个改变 比方说我们会种一些 高大的一些灌木 像说说我们今天种的花棒 沙瓜藻 这些高一点的灌木 高一点的灌木 一起来了以后呢 原本地下的 所谓那种小灌木和杂草 这个数量和种类会增加 因为沙漠不移动了以后 这些小草就能长出来了 或者是鸟带来的种子 落下来了 它就能长 但以前沙漠在移动的时候 这些它长不出来 大树底下好成梁 对 大树底下 它这个小草就自然能长 这个咱们也见过 这苑尾花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苑尾花 苑尾花会在那儿长 樊高 樊高画在那儿 有点像那个感觉出来了 我们现在的 大概植物的种类 已经到了130多种了 那过去呢 我就只有20多种 非常少的 我们以为沙漠里面 总感觉都是啥 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没有水 但是实际上 往往让我们意外的是 沙漠里面不但有水 沙漠里面还从了大量的水 沙漠里面有植物 有生命 然后它有一个自然的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 也不是我们人为的 去改变沙漠 把沙漠变成绿洲 我们在做的就是 能够保护住沙漠 让沙漠 在沙漠应该在的地方 让沙漠 让绿洲不再变成沙漠 所以这是我们锁边锁的 一个最主要的意义 所以是锁边不是消灭它 不是消灭 假如这个地球上 真的没有了沙漠 会带来什么 当然我们没法去实践它 在我的认识里就是 如果真的没有了沙漠 我们把沙漠 全部变成森林的话 可能是另外一个 生态的灾难 这个地球上 可能别的地方 需要重新变成沙漠 因为有了沙漠的干燥 所以才形成了海洋的 适用的空气 向内陆干燥的地方 形成大气的循环 把水分带到了内地里去 大陆伸出去 如果没有了沙漠的话 首先大气没法循环了 第二个是我们的蒸发量 我们一年蒸发量 四千多毫米 降水量只有一百毫米 如果每一个绿色的植物 每一个树 都是一个巨大的抽水机 它要把地下的水分 全部要蒸发出去 那你这个地区的 你根本没法维持 所以我们甚至都不敢想象 如果沙漠全部变绿了 可能一年的时间 这个地方 所有的水分全消失了 所以沙漠并不是坏的 对 是吧 它就是它本来 应该有的样子 对 沙漠是 就是地球上应该有的 而且沙漠本身 它就在发挥了 它的积极的作用 但是沙漠化 是我们人为引起的 一种的 所以也得人来解决它 所以我们必须 把它的一个节点找住 从这个节点找住以后 我们怎么去 做到一个逆转 这是我们自己的胡杨林 这是胡杨啊 但是叶子已经落关了 胡杨 前一阵我们在青海看到 是吧 黄的叶子 这个是我们的胡杨林 而且你们这个 这个胡杨树的长势 跟我们看到的也不太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那样弯弯曲曲的 这个都特别值得 它这长得都挺整齐的 它一旦有足够的水缝的时候 它就长直了 胡杨它就直了 它弯弯曲曲是为了节省水 另外一个就是跟阳光有关系 它相互之间是不是在争 争这个光线 如果说 比方说两棵树种得很近 然后呢 它一个起来了 会把另一个挡住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会去找这个光线去 然后就会弯过去 当然两个之间相互会竞争 可能我们看到的很多胡杨呢 可能之前的竞争对手 都已经消失了 所以留下来的它呢 是弯弯曲曲的那样上去 这个是我们2007年种的 种的这些植栈 但是现在下面的沙子呢 就基本上被固住了 你看就会上面会形成硬的 对 然后呢 这就算固住了 这就算固住了 感觉是比较实实的 它被移动了以后啊 它被移动了以后 这些草就长出来了 这些都是野生的草 然后这几种草就长出来 然后它就逐步的 朝一个好的方向 再开始修复 有个壳 但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需要一些树呢 把它能够挡得住 主要是风 风呢 会把上面的干沙子吹掉 上面的湿沙子露出来 把水分蒸发掉 蒸发干了以后 又把干沙子吹了 所以我们一直要什么呢 在沙漠里我们要防风 就是我们怎么把风防住 只要把风防住了 沙子就不动了 只要沙子不流动了 植物就能长出来了 主要是你们这儿的 这个沙尘暴 是一直能吹到北京 难 因为它把细的一些 沙尘卷起来 你像在这一片 我们看到的 这边就是藤河里沙漠 这我们最早的时候 包括这一片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沙丘 原来这里都是像那样 都是差不多的沙丘 然后我们种的 这整个一直看见的 就全都是我们种的 我们种的植物呢 主要是这个 是花棒吗 我们有种花棒 紫星星一样 花棒 像满天星 刚花了 接的种子 这是它的种子 好看 这个毛毛的 这是它的种子 这个跟豆茄一样 豆茄一样 就这个 对 花棒它是在自然状态下 它长大概能长两米高 两米左右 那么两米高 有了高度了以后 就可以把风挡住了 就是风就吹不动 它相当于人的骨骼一样 就把这个生态的骨架有了 有了它了以后 沙不会流动 小的一些植物就会长成 它会长粗吗 这个还会 会 它的蒙语的名字 翻译过来叫77层皮 为什么叫77层皮 它的皮为了防紫外线 紫外线把它灼伤了后 它会脱一层皮 多层皮 对 它这有77层吗 然后再把它灼伤了 它再脱一层皮 所以它不停地用脱皮的方式 来应对这个自然的紫外线的灼伤 这样的话就是来保护 就跟咱们人一样 晒太阳晒得就脱皮了 这种植物是各显神通 对 有脱皮有腕长 77层 是为什么77层 就是它的年限 正常来讲 它能够活77年 所以就是比缩缩短一点 但它也是什么呢 就是能成为几十年的大树 它长成树的时候能有多粗 这个它会一团 它不是单株不会很粗 单株大来大概下来 最粗的我见过也就10公分左右 但是它不敢让它长得太高 一旦它自个长得太高了以后 就容易我们说抽干抽死 就是它的水分不足以支撑 它上面的水分的挥发 就会抽死 它这个种子就在这儿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随风都可以撒剥 对 就不需要你们每一棵都是你们自己种 当然 对对对 我们的种树大概是前一年 我们让它种活了 三年左右我们就彻底不浇水了 让它回归到自然状态 五年的时间 我们就这片的 它的高度就达到一米多两米了 这片的生态就稳定了 然后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我们人工种的一些要退化掉 自然从种子落下去 重新长出来的一些会重新出来 就是它这个由人工变成野生 变成野生 变成我们叫做什么的 就有点像绣化一样 回归到自然去 那就好了 现在我们就这片看见的 很多都已经是自然的了 所以花瓣它的根系 一个根一直朝下走 它的根大概是地上的六倍左右 所以最深的它的根能达到12米 然后它的接的是这种豆科的小花 非常的漂亮 所以在腾克里沙漠 我们把这个花瓣叫做沙漠姑娘 姑娘真的是 因为它比较柔 它不像缩缩那么硬 缩缩是硬的 而且它就 沙漠的汉子 对 你看它都为了节省水分 它就不弄那叶子了 所以为什么叫花瓣 就是从这来的 然后就是把这个蒸发的面积 降到最小 但这个花瓣 原来就是这儿的沙漠 或者戈壁的植物 它是腾克里沙漠过去 最主要的一个植物 但是它是豆科植物 是最好的私草料 所以当我们放牧 植物多了以后 首先就把它全啃了 我们其实植物的退化 它是这样 不是说它全啃了 它是什么 羊过来不停地 会把新长出来的小的啃 然后当小的一直被啃掉 大的退化老了以后 这个地区彻底 这个物种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现在采集种子 就是第一个是 我们自己要去育苗种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撒播到 就是一些沙漠地区 把它的种给它恢复 您像这一片 为什么刚才像胡杨树 大点的树 你们这一片不种呢 大树一直在浇水 我们所看见的 过去我们的意识 就是一定要有大树 然后形成一个景观 形成挡风 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种的大树 最后我们一直要用地下水 抽出地下水来去维护它的一个生长 每年我们现在种的桥木 在这边都必须在浇水 大概我们桥木浇水在六个水以上 一个是我们的负担 非常重的负担 第二个我们大量的使用了地下水 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弱 荒谱化的原因是因为大量使用地下水 导致了地下水下降 植物的根扎到那没水了 所以植物开始退化死亡 我们现在如果是用了大量的地下水 来在维持的树的成活的话 实际上你维持了这些大树 但是你可能因为地下水的下降 你损失了很多的植物 传统的认识是一定要有大树 大树小的 防护林 对 都要用大树 但是现在之后我们再不种大树 这算灌木 对 就是种什么 就是种之后它能自然生长 对 就是你不用浇水 你如果要一直浇水的 那你在这个片它不是这片生态所需要的 不能改变它的根本 对 这个灌木 这叫什么呀 这个我们叫沙拐藻 沙拐藻 但它不是藻 它是一个辽科的一个植物 就是接那个跟蒲公一样的这样一种小圆球 嗯 这是它的种子 哦 它就接着这种子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苍耳 对 有点像苍耳 是吧 它是什么呢 它非常好玩 它的根是在地表就是一公分左右 然后它的直径能达50米最大 就是只要有浆水 它就要把所有的水分呢 全部要吸过来 啊 它 但是它同时呢 有另外一个本领是什么 它 它可以相互转换 沙漠把它埋住了 它的枝和叶可以变成根 它的根呢 刚很浅吧 被风沙吹出来了以后呢 它的根呢 可以变成枝和茎 然后重新再长出来 呵 这还万能细胞 所以有一颗 这一颗活下来了后 它就不停地在周围开始 这样沿着它的根就开始长出来 就是说它这些东西也都可以变成根长出去 对 就它这个字它也能长 能长 它要长的条件呢 就是就跟我们刚才说 我们把它撒下去了 撒在沙漠里了 就需要两个 在这种状态下它发不了牙 要把它土盖上 就是有正好这个放羊或者骆驼来了 踩了一脚 把它踩进去了 把它踩在这个土里了 然后呢 踩在这个土里 上面附了一层沙 薄薄的 薄薄的一层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又下雨了 然后它就能长出来 机缘 这是生命嘛 生命就是要看机缘 它在这么残酷的 这个严酷的环境里面 它就一定要去找最合适的这样一个地方去 才能够延续下去 嗯 你说这生命 它比有大脑袋还聪明 对 它们得相互结伴 你比较这个呢 叫它因为弯弯曲曲的开花 这个叫沙漠小火 所以沙乖岛是藤格里沙漠的沙漠小火 沙漠小火 那个姑娘 姑娘是花磅 所以它们呢 经常呢 是基本在一起 一个在梁上 一个在沟下面 一个在高处 一个在低处 对 然后呢 两个分开的作用 来相互来支撑的 来去形成这样一个生态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 一对 是吧 相应成趣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人工的毕竟还是不行 对 长期人工的更不行 黄金